大家好,我是娜娜 现在是8月10号的晚上 我现在在龙口东海度假区的月亮老人这儿 好多人都说这个龙口呀 是鬼城,人少 然后咱们看看这个夏天的入住率 这只是一部分啊 这个入住率确实也不是很高 冬天人更少 冬天这个一个楼上啊 也就有个两三户两灯的 你看现在也不是很高 但是白天人挺多的 但是街好像人挺多了 对,你说人少吧 一坐核酸的时候排好几百米的大长队 你看现在 好多的本地 对,好多都是本地的 它也可能是因为疫情回去了 反正前段时间人挺多的 这段时间吧 你看,大家看 这还是在海边的 这个入住率 这接好的人挺多的 确实 入住率不是很高 这个入住率确实啊 入住率确实不高 按说夏天 它不得那个 每个楼里最少得有个十户二十户的吗 但是没有咱们想象的这么多 这个晚上啊 在海边吹吹风 还挺舒服的 其实说实话 在那个 北京那边 住习惯了呀 来龙口这边买房子呀 就是图一个清静 图个空气好 人少点就少点嘛 谁让咱们北京没海呢 是吧 晚上看 吹吹海风 挺舒服的 然后还有好多夜吊的 我也不知道这入住率 是不是大家口中的鬼城啊 反正这一片是人挺少的 我们小区人还可以 确实整个入住率 真的不是特别高 难得的也 不过也是难得的清静 如果是在北京啊 还有其他大城市里边呀 那这就是 人就太多了 在这儿呀 就是图的就是一个清静